我爸爸幫我當成公主在養 要求我朋友要上他99朵玫瑰花 我六年完全沒朋友了 為什麼 就是只陪朋友啊 林先生很高興你還沒公司面試 想問一下你有什麼特長嗎 喔 我這陪特長 我是說擅長什麼 喔我擅長地便當 什麼地便當呢 地便當地 訂閱 欸不是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一卡調的Junline 我們今天呢 要來調查大家身邊出現的公主病患者 還有他們的故事 好 那麼 喔謝謝 我們看上去吧 銅牌 首先是來抱怨現任女友的同學 哇你很勇敢耶 你要來投稿你的女朋友 還在一起吼 還在一起還在一起 那你是經歷了什麼樣的事情 我覺得搭地騰車這件事情就很誇張 如果我沒辦法載他的話 他大概走一分鐘的路 到我們巷子口搭公車去 這對空情的學生來講 已經算很方便 然後呢 他的個性就是很爛 又不太愛動 重視他不喜歡流汗 他就故意錯過了公車的時間 然後他再來密我說 欸我要搭計程車 今天不吃早餐不吃午餐了 因為我把錢花在坐計程車上面 我也捨不得不讓他吃飯 就是必須要買小點心之類的 我要講他學怎麼騎摩托車 他也不想學 他騎摩托車的時候如果下雨天怎麼辦 喔 對啊 就是這個 講到這個我就有點氣 就是有一次下雨 我已經準備了兩件雨衣 因為我就有預料到會下雨 然後他就覺得身體便宜 他不喜歡穿 就硬要等雨停 然後那雨停大概之後就三腳踢過後 我們就站在那邊 不能動 跟他說那你不要穿你就淋雨啊 這樣可以嗎 他衝回去洗澡啊 我也不捨得讓他淋雨啊 這樣可能他就是直接感冒 那我很好奇 如果假設你們今天就是去武嶺 要回程的時候下雨 他如果不願意穿 我就硬把他穿上去 你就硬套上去 硬套 硬套 真的嗎 我不相信 他說寶貝我好黏 我不要 不然就是拿我衣服給他遮 不然真的怎麼辦 假抱怨真放閃 再來是在大陸遇到土豪公主的故事 他們的生日一定會辦那種派對 是很浮誇的 很像那種名媛派對 你知道嗎 就是我以前高中是在大陸那邊賭的 所以他其實是我大陸那邊的同學 我每次看到他的時候 他身邊一定會有兩個人 走路他都會這樣扶著他 尤其是他進入教室的那個moment 他一定需要這樣子進去 滾木生草 對對對 所以他們都是在C位 他沒有幫忙就是人家扶手過 沒有沒有 他一定站中間 可是他的小妹會換耶 就是他不是固定的 小妹會換 他還可以換 就是他可能會跟他的小妹吵架 他今天就不要他們之類的 有這麼其他的話啊 就是有時候會送他身邊的同學禮物 常請他們吃飯之類的 他不曾一個人走在走廊上過 沒有 他人去廁所也是要兩個人跟著 那兩個小妹就會在外面站著 打瘋 就是不讓別人過來啊 你一定是屁股的啦 那他除了這樣扶手之外 還有什麼別的很誇張的行徑嗎 比較誇張是 因為我們學校是不可以玩手機的 他就是自己偷偷帶嘛 那天就買了最新款手機去上課 例如iPhone都最新的這樣帶去 然後結果 貝老師發現了 當場抓到直接當場砸爛 然後他也沒在怕 他真的好幾支手機 貝老師摔爛 然後他就一直買新的 對對 因為他那個手機被摔爛 老師還會貼在那個黑板上 就警告大家 這樣 結婦即評 再來是因偶像劇而得公主病的故事 故事是我朋友 當時他那個女朋友 就是可能看到偶像劇 或者漫畫 就要求我朋友 要送他 99朵玫瑰花 每天送一朵 99朵好 然後沒有送給他 還會生氣 可是對那時候高中生來說 每天一朵其實是有點困難 我朋友就去問花店老闆娘說 如果我來這裡打工 可以免費拿一朵花嗎 你婆婆婆這花店打工 就為了送他 一日一朵玫瑰花 對 如果他說 每天都送我一個精品銀牌包 然後他就去精品店打工 我每天要去一個國家 他就去航空業打工 我每天想要送我一棟房子 然後他會當房仲 所以愛情是一個很可怕的力量 那那個女生還有做過 什麼樣的公主病的行為嗎 有一個更誇張的是 今天可能女生要去學校上課 可是男生不用 然後他就要求 我朋友要陪他一起搭公車 可是我朋友到女方那邊 就要一個小時的車程 然後那時候那個女生上公車 沒有跟我朋友講 所以公車已經開走了 他心裡那時候內心想 完蛋了 如果沒上車一定就是分手 我朋友就追了公車 整整追了15分鐘 所以他跑到他下一次停下來為止喔 對 跑到下一次停下來就上車 拚命跑 然後最終才沒有吵架 我覺得好心疼喔 好醜喔 那如果妳發現男朋友在公車後面跑 妳會怎麼樣 我會超感動立馬下車 還是妳會想要看完他跑完 不會 完全不會 公車沒到算他也停不下來啊 看我男朋友跑得比公車快怎麼辦 這是什麼的啊 我不知道妳沒看錯啊 有人跑得比公車還快 再來是從小被爸媽當公主呵護的同學 我爸爸幫我當成公主在養 就是每天開車站去上學 哪一回要一個小時 上學一趟 放學一趟 待會要兩個小時 然後我爸爸就這樣堅持了三年 這樣妳爸媽從小就寵妳的話 妳會變生活白痴喔 有一點耶 因為我大學才學會騎腳踏車 然後學會怎麼拆電風扇 跟洗電風扇 還有換床單 哇賽 那妳為什麼大學才學會啊 因為那時候我沒有機車駕照 然後我朋友就說 那我們去騎腳踏車 我就說不行 我不會 我會裝電線桿 我朋友就說 不會我教妳 然後我們就去 騎了Uber 欸 U-Bike 我們就騎了U-Bike 騎了Uber蠻厲害的 妳會變生活白痴喔 有一點耶 看來不止一點 還有其他例子嗎 有一次我朋友來我家 上化妝師 她出來就說 欸那個你排水孔要清一下吧 我說排水孔為什麼要清啊 她跟我說 可是上面有頭髮耶 我說上面有頭髮不是很正常 你知道嗎 我後來問我媽媽說 為什麼人家排水孔都要清 我媽跟我說 因為她每次 載我來高雄之後 都會順便幫我清一下排水孔 喔 哇 我清裡面耶 她不知不知 就做好大力量 那我真的少了很多障礙耶 於是我們決定要來測試她的生活技能 妳會用小錢筆記嗎 會啊 怎麼可能不 妳會切水果嗎 會啊會啊 妳會開瓦斯嗎 開瓦斯 會會 應該會 就轉一下吧 是吧 太猶豫了 要不要壓 嗯 應該不用吧 就是 就轉 就直接轉嗎 你們直接轉 你家裡有保險嗎 應該會保險吧 對啊 欸 再來一個 妳知道 芭樂裡面是軟的嗎 我還是很正常的生活好嗎 等一下 那我想問一個 因為這個我也不知道 妳猜芒果有沒有紫 芒果有吧 中間有一顆 欸妳怎麼知道 為什麼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芒果有紫啊 你為什麼會不知道芒果裡面有紫 我猜芒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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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皮削完之後 它就是裡面都是果肉 王子病王子病 相見恨晚 再來是對公主病有獨到見解的同學 我覺得 如果妳看起來不像公主 可是妳行為很像公主的話 就會覺得說是病 哦 所以 長得像公主的人有公主病 那就不是病 那是她天生的氣質 那妳覺得妳自己像公主病嗎 我 我不是公主病啊 我看起來像公主吧 但是我是公主病 所以 妳有遇過很誇張的公主病嗎 我遇過一個啊 就是那個女生 我剛開始認識的時候 因為我們大家出去吃飯 通常都會問說 有什麼不吃的 她就說 她不吃肉 不吃菇類 不吃內臟類 還有不吃辣 反正就很多東西都不吃 然後我們就去吃小火鍋 長得一人一鍋嘛 其實還好 然後她就 默默的點起一筆立豬 她為什麼不吃肉 她就說 一筆立豬沒有肉味 而更扯的是 她有一次跟我爸媽去吃飯 然後我們就去吃那種川菜 我就有先提前跟我媽講說 她有一點挑這樣子 然後我媽那時候就說 欸那個妹妹 妳要吃什麼妳自己挑 不要客氣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沒話下移我都吃這樣子 然後我媽在點菜的時候 我們就點什麼牛肉堡啊 還是什麼 她就說 阿姨我不吃牛 什麼炒菇之類的 阿姨我不吃菇 然後什麼肥腸 什麼 阿姨我不吃內臟 然後我媽就說 那妳乾脆都不要吃好了 這樣子 妳媽生氣了喔 沒有我媽是開玩笑那種 怎麼樣開玩笑講這句啊 就是 要不然妳都不要吃好了啦 這樣之類的吧 是嗎 我覺得這個聽起來很 很兇耶 那我想問妳 她有沒有嫌妳們吃的東西 就是很便宜過 有啊 她怎麼嫌啊 有一次她就去買那個 大院子有出那什麼 美好年代 一杯要一百多塊錢 她只喝一兩 真的是一兩口 然後她就不喝 她就說 好酸 妳模仿得好大胃喔 然後她叫我幫她喝耶 我就說沒關係我不用 因為我不喜歡吃草莓 然後她就問我說 那妳喜歡吃什麼水果 我就說我喜歡吃蘋果跟芭樂 然後她就說 那妳都喜歡吃便宜的水果耶 哇塞 哇水果 哇水果還給妳分便宜的水果 跟昂貴的水果呢 可是我聽我朋友說 她很喜歡吃香蕉 打一個 好沒關係 哈哈哈 天之交女 最後是養公主長達六年的故事 那是我的初戀 我到今年分手 我六年完全沒朋友耶 就是朋友都斷絕 為什麼 就是只賠朋友啊 那我們先來聽一下 你那一任女朋友 對公主病的行為是什麼好不好 當時呢是一個颱風天 我要從我家送她回家 然後那時候我只有機車可以騎 結果到她家門口的時候 她就突然臉色一變 然後就說 我手機忘記拿了 我心裡就想說 完蛋了 手機對她來說很重要 我就說 可不可以明天 風雨小一點我再送過來 她就說 不行我現在就要我的手機 妳為什麼沒有幫我注意我的手機 為什麼沒有幫我檢查 更小燈 我當時還是忍下來了 我就說 喔好啦我還是回去拿了 啊你送到她手上 她的反應是什麼 她覺得是應該的 因為那是我的責任 就是我沒有注意到 她手機沒打 那是什麼責任 哇你要跟 全天下這種男朋友道歉 都是你寵出來的 對 所以如果再回來一次 你會怎麼樣跟她講 我絕對會說 那是你自己的責任 來你模擬一次 為什麼你沒有幫我看好手機 那是你的東西啊 啊可是 你不是剛剛幫我布包包嗎 對啊 你給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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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事情 剛開始拿到薪水沒有理財的觀念 我們就是想買什麼就買 啊我們錢沒有分太開啦 我們就是都混在一起用 然後今天有個月 我們兩個人錢 只剩下大概 一千塊 可是大概還有一個多禮拜要過 我就想說 省吃減幼應該還可以 但是有一天下班 我去接他的時候 他說 盧廣仲的演唱會門票 開始販售 兩個人一千塊又很便宜 他就買下去了 盧廣仲就是他的心靈糧食啊 對我最後還是妥協了 我就拿出我的信用卡開始刷 坦白講 當時看到女朋友已經買票了 然後他裡面第一個想法是 幹 好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公主病特級的調查局啦 那歡迎大家到我們dcard.bd的IG 我們每週都還有不同的主題 真稿來等你跟我們分享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現在呢 dcard只要用手機號碼 就可以註冊 就可以在上面發文跟討論 那趕快就註冊吧 dcard調查局 公主病末期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喔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